那这个老法师在这一段里面 这一段里面就是对自己挥厚千金 对别人一毛不拔 而且有钱就骄傲 有钱就傲慢 老法师特别提醒我们 要多做布施 老法师说一家保卵千家愿 他说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老话 一家保卵千家愿 你的日子怎么过呢 你一个人富有 你基地的地方都是穷人贫穷人 他们要找你麻烦 他没把目标都对着你 那么你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 像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案子 这表示因缘果报的真实不虚 我们这边在台中前几年发生一个案子 擄人勒索或来撕票的杀人案件 有一位 经营 电脑网站 赌博网站的一位负责人 在我们台湾省的台中 他那个赌博的网站经营都非常大 自制经营到国外去 你可以在网站签赌 所以他的身价呢 即使有百亿以上台币 一百多亿台币的这个财产 那么有一天呢 他就去出国回来以后 歹徒竟然是他的司机 他的司机呢 到台湾的桃园中处进行去接他 用那个七人坐的车子接他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就绑架他 最后在车上呢 大概应该是有同伙的嫌患 给他一阵的苦打以后 要逼他呢 拿出这个 啰嗦的这个金钱出来 要啰嗦他金钱 大概是 大概是这一位 这位赌博网站的负责人 不愿意拿钱 最后在车上被杀死 气势在台南的山西里面 手上还带了百万的名表 这就是这里讲的一家保卵千家院 你有钱是因为过去生财补书 所以要怎么办呢 老法叔说 真正聪明人 自己有福报 要分给一个地区共享 当然刚才讲的这个人 是做不义制裁 首先你要有忏悔心 要改过 要改写归正 你这个不义制裁 让人家迁赌以后呢 迁你的赌博网站呢 有时候都会请家荡产的 还有很深的因果在里面 那如果你是富贵人家呢 你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巨富 在这个村落里面 或在这个城市里面 是一个有钱人家的话 你要怎么做呢 老法叔说 你应该把福报跟这个地区的人分享 比如说 你可以成立奖协金啊 你可以在回家乡 颁布奖协金给这些清寒子弟啊 有灾难的时候 你应该发动救济 要赠灾啊 要救济啊 或者你到地方去 在这个地方呢 特别贫穷地方 你去拜访这些 乡镇公所呢 去跟他 请他提供呢 在这个乡里面 这个市里面 穷困人家 特别穷人家的名册呢 你能够发放救济的 救济金跟救济物品 去跟他做慈善关怀 像我们台北圣洪山公司 江董事长 他带领他的儿子 他的家人 他的干部 他的公司员工 利用员工自己的休假日 还不是公司给你 给你这个 这个 工匠 而是用你自己的休假 去养老院 去孤偶院 去慈善机构 去行善布施 去关怀独居老人 老板叔说 真正聪明人 自己有福报分给 一个地区共享 像 森红昌公司就是把福报 跟全台湾共享 那就不会一家保暖千家园 那就不会一家保暖千家园 那就会把福报给大家分享 那就是菩萨有福德不受福德 金刚经里面有这样讲 菩萨有福德不受福德 你把福报分给一个地区共享 没有一个人不分析的 所以 盛红昌公司如果去 去关怀这些慈善机构 缩农机构 或是独居老人 孤偶院 议论媒体都会报导 那大家都会随喜赞叹 而且会学习 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分析的 没有一个人不爱你的 没有一个人不拥护你的 那是聪明人 古人讲了一句话 老祖宗说 得人则畅 失人则亡 祖宗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 老祖宗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 你如果说老祖宗的智慧 不如我们现在的 那就错了 现在的人的智慧是把地球带向魅王 为什么 因为自私自利 你争我躲 那就把地球带向魅王 老祖宗的智慧是叫你千秋万世 是国太平安 到底谁有智慧呢 现在的人吃大龟 就是对老祖宗怀疑不相信 造成自己身心不健康 拼命在造业 造成地球上喜多灾难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你看现在金融的风暴 一夕之间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 是地球村 全部都受影响 所以老法师说 幼福要跟这个地区 这个城市 大家一起共享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补充 那么这主要是要了解 一个人呢 如果千金可惠 待人一毛不拔 然后有钱呢 这世财绝傲 零零礼 漫亲朋 这就是你不懂的 不了解财富 到底为什么有财富 有财富又要怎么办 吴亮说你们跟我讲 爱一荣华 不可藏宝皆当卑林 所以对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 你必须要了解 吴亮说讲这十二个字 你就不会起了执作 你就不会起了贪爱 你就不会为了他造业 你了解 荣华富贵 犹如 九夜双 就爱一荣华 不可藏宝皆当卑林 吴亮说你们讲说 吴可乐者 爱一荣华不可藏宝皆当卑林 吴可乐者 宗族一定会离开的 要常常想 这十六个字 爱一荣华 每一个人都喜欢 但是你要晓得是保不住的 是非常短暂的受用 一定要把它看破 真正看破之后 真正看破之后 深入境上 你有智慧了 你就懂了怎么应用这些财富 去布施 怎么应用这个权位 去帮助别人 去帮助老百姓 去照顾老百姓 你有智慧了 你就不会去迷恋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 为什么 因为你有智慧以后 有智慧以后 要了解 世卫哪有法位隆 爱一荣华是世卫 世间的味道 这世间的智慧 比不上智慧的法位 但是法位一般人不容易尝到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为什么 因为法位是真的 世卫是假的 你想要学真的 得用真心 现在人没有真心 全是假的 悉情假意不是真心 真心是什么样子 映光大师说 尝尽两个字 真诚恭敬 这个态度 现在没有了 真诚恭敬 必须要从小处去培养 这个地方跟你讲 言言意尽 天道即营 天道即营 就是你有钱有富贵的 你骄傲了 容易遭天忌度 到天际 灾后就来临了 是要怎么样 要真诚恭敬 那真诚恭敬要怎么去得到呢 要从小地方去培养 现在都从小就束缚掉了 父母都要工作没有人交小孩 都交给什么 交给 在我们台湾讲叫做外老 交给佣人来交啊 交给祖父母来交啊 祖父母溺爱啊 佣人他不会交啊 那祖父母溺爱 喜欢孙子 疼孙子 一切都随他 这还得了吗 然后瓦斯说 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影响他最大是什么 电视电动玩具 现在在将电脑 平板电脑 手机 这些东西影响很大 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把那个小孩子天真真诚的 就在玩电动玩具里面 玩手机里面 就丧失掉了 所以 大陆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分享 论坛的分享 有一个妈妈起来分享说 她那个小孩子 在跟她妈妈玩游戏 说我杀 我杀 我杀杀杀 她妈妈说小明星在说什么 小孩子跟妈妈讲说 这是这个电动玩具里面讲出来的 这个名词啊 你落伍啦 跟老婆是这样的一样 她跟电动玩具学 跟电脑学 真诚恭敬心都在电 电视 电动玩具里面消失掉了 她不知道孝顺父母 不知道尊重师长辈 不知道有爱兄弟 这人人最基本的要求 她做不到 她没有沉浸心 长大以后就这个样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养成习惯了 表现在外面就是浮躁 内心没有沉浸 心浮气躁 我这一次到上海 我问桌去演讲 因为因果起诉录 他们拍因果起诉录啊 就拍这个沙盗淫妄 摊成痴啊 王璐涛导演跟我讲 就傅聪老师他们跟我讲说 欠了人民币50万 那我就募了50万 带了这个善款人民币呢 到中国大陆去呢 送给这个因果起诉录呢 让他们这个电影可以 最后可以收尾 可以配业跟剪接 那我在坐高铁到温州的时候 我在车上就 感觉有这么这个情况就是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 有两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非常的好 他在开宠物店的 帮宠物剪毛 非常有礼貌 非常体贴 非常的好 另外一个年轻人也非常的好 我那个行李箱太大提不上去 放在他前面 他说没有关系你放 让我非常的惊讶 这两个年轻人的年纪都不大 一定有非常好的家庭教育 那另外一位就比较不行了 我买的那个高铁是一等舱的高铁 价钱稍微贵了一点点 因为要在车上看书 希望连近一点 我就看到隔壁的一位年轻人 大概是做生意的 从沿途这样坐高铁 三个小时都在讲手机 讲的声音全车都听得到 是这里讲的 心浮气躁 心浮气躁 这种 现在人的这种心态 在求圣贤的学问 是很大的障碍 像刚才我讲的 那在高铁上 那两个年轻人 我在跟他对谈里面 感觉他彬彬有礼 另外一个 让我放心的时候 态度非常的恭敬 像这种两个年轻人 他们都是善根深厚 这样的话 他们求圣贤的学问 就不会有障碍 所以老法叔说 如果是心浮气躁 孔子在教你也没办法 所以写金教更困难 佛菩萨在教你都教不好 为什么 你不能够吸收 沉浸心能吸收 印竹讲得好 一分沉浸 你能吸收一分 十分沉浸 你能吸收十分 现在有几分沉浸 几乎没有 没有沉浸的心 在古时候老师不教你的 你随着旁听可以 老师不会教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接受 不是老师不慈悲 这是我们谈到传统文化的复兴 老法师说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关键 很不容易突破 学佛问题也在这个地方 心浮气躁 对于爱意荣华 他认为这是热事 好事 他天天去追求这个东西 他天天在享受 他怎么肯放弃呢 就这里讲的 自奉千金可贵 戴人一毛不拔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圣贤的学问 所以后来 所以后来 后先集集 后来就遭感了这个灾祸 对于爱意荣华 天天在追求 天天在享受 他怎么肯放弃呢 这一段呢 是老法师跟我们开示 爱意荣华不苦 藏宝这一段别离 无可乐得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补充